小镇居民一为切为其 从小女孩开始 母亲就向她传授彩蛋工艺了 经过60多年的时间 她的记忆已然炉火纯青 70岁的伊维切为其 多年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许多设计都融入了布希尼亚的元素 她说装饰彩蛋没有什么规则 尽可以发挥想象力 她现在正教授她的两个孙女 希望她们能够继续承袭传统和记忆 不仅如此 小镇一些居民还在承袭 14世纪流传的一项绝技 给鸡蛋打鞋钉 学徒要经过多年培训 必须做到打钉子时 鸡蛋没有裂缝才能出土 然后才能自己开店铺 赚钱养家 每一代工匠也都在改进这项技艺 比莱蒂克是小镇最年长 经验最丰富的工匠 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 复活节是西方的重要节日 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而复活节的英文Easter 也给这个节日披上了神秘的东方色彩 新潭记者徐哲 迟晓综合报导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